各位家长 今天跟大家讲一件有效学习 即是我们做一个妈妈或老师 如何令小朋友很有效地学习呢? 有效学习有四个重点 逐个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是我能不能够讲得明白小朋友呢? 这个好像是我认识的题目应该讲不明白 但不是这么简单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你能明白小朋友有什么基础 举个例子 原来他要数数字 会数数加数 他会数数到后数的数目 1987这样数 才能慢慢做到减数 这个就是我们小朋友要有一个基础能力 才能在基础能力上再回答一些新的知识 所以我们想说明小朋友的东西 其实真的要知道他会懂些什么 我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 先举个幼稚园或小的幼稚园小朋友 例如你跟我小朋友说 你以后要留意读书就可以找份好功了 那你以为小朋友明白你会说什么呢? 其实什么叫找份好功呢? 对于他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种抽象的知识来说 对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 他不会知道你会说什么的 反而你说 你做完之后就给你一粒贴纸 那他就明白了 又或者你说做完完这个字 那你要他明白什么是做完完才行 因为你可能知道做完了 加多一样 那你也无疑无疗的 又或者另外一些什么叫明白呢? 譬如说 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小学五、二年班 读书可能会学到什么叫做时钟 是不是? 或者什么叫做圆、割 或者十元指这些 这些很容易 每天都会面对的事情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这么难明白 我告诉你 其实这个概念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十进制的 十着手指 一、二、三、四、五、八、九、十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的时钟有多复杂呢? 五分钟是一个字 十五分钟是一个骨 是不是? 那就是说一、二、三 那个分针指着的三是十五来的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这个时钟的概念 其实对小朋友说是非常抽象的 实际就是一、二、三、四、五、九、十 那为什么会是三就是十五呢? 或者是我知时针繞了一个圈去十二的时候 是否成了六十分钟呢? 大家如果不明白 小朋友为什么不明白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为什么这么简单都不懂的 所以我们要说明小朋友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 他不是专业老师 他可能未必知道 知识背后的基础是怎样的 又或者刚才所说的袁国勋 从幼稚园开始数起 即是一粒、两粒、三粒、四粒 逐粒数到十粒 但是去到袁国勋就很复杂了 咦我有十个一元在前面 但一个等于一个十元的 那为什么十又等于一呢? 是否很复杂呢? 譬如有或者两个一元 有一个角的两元 那为什么二又是一呢? 因为两个一元是一个二元的 所以你见到这些概念 其实对小朋友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讲小朋友学习方面 如何能够有效学习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明白 如何说明白小朋友的事情 我们做为家长也要慢慢有耐心 当然如果发觉小朋友有些困难的话 我们可以求教我们的老师如何教他 第二件事有效学习呢? 就不是在知识上的内容的学习 反而是在学习动机 即是说原来我想小朋友学习一些东西 他有没有心机学习呢? 或者是他想不想学习呢? 如果他没有这个动机的时候 而这个是令到学习没有效率的 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点 要记得的 第三件事我们要留意的是 小朋友是否专心的呢? 我们叫做Attend to 原来发觉小朋友不专心一些东西 当时是学不到东西的 所以有时我们不知为什么 跟那个人说很多东西 总是说完都忘记了 你不知不知道我才说什么 他可以一片空白说不回 即是说 刚才所说的一个过程里面 小朋友学习 有效学习里面是 尖顾不到小朋友的专注 第四件事 最后一件事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跟小朋友的关系 原来在有效学习里面 我们跟小朋友的关系 如果是融洽快乐的话 小朋友是更加 喜欢和他一起学一些东西的 所以有效学习的四个因素 大家记得了 怎样令到小朋友明白 学习动机 还有他是不是attent to 是不是注意那件事 第四件事 就是说 你或者是你教他的那个妈妈 跟小朋友的关系好不好 关系好不好的话 即是说 如果你跟他之间很大的矛盾 又或者在一个过程里面 经常骂着他 可能他很没心机 于是就跟他对抗 这个认识学习里面的效率非常低 所以作为家长或者父母 多点留意 怎样令到小朋友 学得有效率一点 如果您的确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